好来看到这个好莱坞女星Demi Moore 戴米摩尔和CNN合作 前往尼泊尔拍摄纪录片 尼泊尔的失窃孩童 不过她在片中访问了数十个 从火坑被救出来的少女 而她听到这些少女的遭遇 几乎是被当成性奴隶的残忍对待 她数度流下眼泪 这些女孩的悲惨遭遇 让影星戴米摩尔忍不住红了眼眶 全球关注的人权议题当中 最棘手的就是儿童沦为性奴隶的问题 她跟着CNN团队到尼泊尔拍摄纪录片 也亲眼看到了人间猎狱的模样 被那道城市的小女孩 最后都毫无选择地沦为性工作者 因为没有避孕措施 这些女孩子很年轻就怀孕 而她们的骨肉也就成为 卖淫集团控制她们的工具 卖淫集团使出的凶狠手法 让女孩们不敢轻易逃跑 帕达利六个月前被警方救出 但警察当时没能一起救出她的女儿 让她一直提心吊胆 现在她终于能跟女儿见面 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 放声大哭 亲眼见证到这些真实的案例 戴米摩尔难掩心痛 为了杜绝儿童人口贩卖问题 她还特别与尼泊尔首相见面 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 戴米摩尔全程参与 她希望以明星的身份 唤起全世界重视 尼泊尔儿童沦为性奴隶的问题 中天新闻刘莉颖报导